这个女人一出场就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她就是正直颜值巅峰时期的米歇尔费福 仅仅是一个背影都叫人浮想连篇 就像是黑夜里的萤火虫 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 眼神里透着不识人间烟火的冷艳和高贵 她就是迈阿密大毒枭罗佩兹 养在深龟里的金丝雀 名叫艾维拉 罗佩兹说她这个女人人生一半的时间都在换衣服 而另一半的时间都在脱衣服 除了美一无是处 好像就是她贴在脸上的一枚贴纸 仅仅只是为了面子好看 而托尼看见这个女人的第一眼 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 眼珠子恨不得扁到人脸上 她觉得这是她今生必须得到的女人 可惜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个女人属于她的老大 而她现在还只是个刚刚入门的小别三 老大的东西是她敢染指的吗 答案是她还真敢 她就是托尼蒙塔纳 未来迈阿密最大的毒枭 一个像风一样自由的男子 假如你还不知道她是谁 那你一定知道这款游戏的主角 绿衬衫牛仔裤 外加一双白色运动鞋 在这个游戏里边 你可以自由穿梭 没所欲为 只要你喜欢 路上的豪车随便开随便接 路上的行人也可以随便打随便揍 甚至还能搞辆坦克 肆无忌惮的来两号 没错 这是个只要玩过电脑 就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男人 GTA最恶都市的原型 托尼蒙塔纳 这个人物是1983年 阿尔帕西诺饰演的 八面煞星 反拍自1932年的 同名老片 故事是虚构的 但人物是真的 来自传奇大恶人 阿尔卡彭 二三十年代 芝加哥黑手党的交付 一个从跑腿小混混 一步一步爬到黑帮 画是人的狠人 听起来还有点励志 其实一点也不 据说这货手上有上百条人命 影视作品也改编无数 今天这个片子 就是以它为原型 改到了上世纪的80年的5月 说是当时古巴的卡斯托罗总统 宣布开放马利尔港口 一时间 十几万古巴人 直接组团 涌入了美国的迈阿密 实现了移民的梦想 有的是真实去美国 投奔家人的 因为历史上 从导弹危机到现在 走各种非法渠道移民的 都差不多有上百万人 而这中间还夹杂着另外一批 据美国政府统计呢 有两万五千多人 都是古巴政府塞到里边的罪犯 那罪犯被遣送到那边是干嘛呢 很简单 就是分散到佛罗里达州的各处 去打野 消耗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物资 包括电容 食物 还有医疗资源 把当初经济制裁的钱 全都用非法渠道给搞回来 消耗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物资 但是这里边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古巴送来的这批打野 太野了 有点糟不住 还好发现得早 直接移民局过滤 把有钱科的罪犯 刚下船就给整到一块去了 你看 跟真实的事件一结合 这电影的剧情 立马就叫人信服了 托尼呢 就是这两万五千个 无法无天的人 中的一个 满口谎话 可能在上船的时候 政府都教过他们 如何应对盘查 比如问有没有钱科 就说自个儿清白得很 为啥来美国 因为老妈早就移民了 做过老妈 没有 是同性恋吗 不是 眼上的巴是怎么回事 小时候壮的 虽然对答如流 但是托尼的态度 实在太狂放了 手上还有一个 古巴帮派的纹身 移民局的人 威胁要把他遣送回国 他非常聪明 立刻无视自通 彼此道想要在美国立足 只要说自个儿 是个政治犯就行了 在那个时期 一般要求政治避难的人 多少都会被留下 于是非常顺利 移民局就把他扔到了一个 没有亲属任领的难民营里 难民营在一座 立脚桥的底下 是一个围起来的 临时帐篷区 两个月之后 一块在难民营的铁哥们曼尼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或者通过关系 结识了本地的一个大哥 叫做大本 大本的手里呢 有个非常牛批的活 刺杀一个前古巴的政府高官 这个高官以前贪污腐败 草菅人命 后来被追责就跑了 正巧此时也在政治避难 而且就在这个难民营里 有人买他的命 说只要杀了他 就能获得一张绿卡 和一份在迈阿密的正经工作 这对于迫切需要自由的 托尼兄弟来说 唯一是个天赐良机 何况杀一个狗官 也没有啥心理负担 于是8月11号 他们就在难民营里边 组织了暴动 趁混乱之际 一帮人将那个心虚的高官 逼到了墙角上 然后托尼从门后 一个突然袭击将其拖死 这个高官可能连做梦都没想到 在自己的国家 屁事都没有 反而到这还没两天就无了 而托尼一帮人也如愿以偿 拿到了绿卡 同时在小哈瓦那 得到了一份十分不体面的工作 干啥呢 给人刷盘子 但是刷了一段时间之后 托尼才发现 苦力就是苦力 勤劳之父 原来都是骗人的 凭什么对面的夜总会里边 坐豪车抱美女的 都不是刷盘子的呢 他们的钱是哪来的 兄弟俩越看越气 刷了几个月盘子 竟然连夜总会都去不起 还好由于上回那事办的专业 那个叫大本的大哥 没有忘记他们 这天晚上 亲自过来 叫他们去干一趟差事 500块 去码头上 卸一匹大麻 25吨 25吨 托尼听了就来气 25吨有多少呢 就算是搬运工 搬一晚上 也得1000块 这还得冒险 你们真当俺们是傻子吗 大本听了就感觉好笑 你这个破刷碗的 脾气还挺大 刚开始干就这么多 托尼对洗碗的这仨字 尤其敏感 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侮辱 立刻骂大本说 你全家都是洗碗的 再逼逼 出来干一家 这波逼装的有点大 大本都想掏枪了 不过一看托尼 确实是个想干大事的人 压着火器说 行 行行 你厉害 你要是真有能耐 有几个新面孔的哥伦比亚人 会过来卖白粉 他们准备卖两公斤的上走过 若是真的 你就去把钱付了 然后把粉拿回来 试成之后给你分5000 托尼说行 有啥好怕的 临走时大本还提醒他们 注意是新面孔 一般新人都是来抢钱的 又问他们会不会使冲锋枪 曼尼说 他们以前在古巴当过陆军 啥枪不会使啊 事实证明 托尼的这包皮装的确实没毛病 是他人生巨大的转折点 话不多说 转眼就到了周五 难民四人组从老大那拿了钱 立刻驱车来到了预定地点 海滩旁边的一个家庭旅馆 按照原计划 托尼跟卷毛不带钱上楼去交易 看见货再拿钱 若是15分钟不下楼 那就意味着出事了 曼尼和矮子再上去接应 谁知15分钟过去了之后 托尼还没有下来 而曼尼还在下边 跟一个比基尼美女在聊骚 等她聊完了之后 啥事了呢大事 这交易跟他们预料的一样 根本不靠谱 托尼上楼之时 几个哥伦比亚的小毒贩还很客气 床上还躺了一个 看似人畜无害的女人 对方说先拿钱 托尼回腿过去说先看货 对方说不行先拿钱 托尼说不行先看货 好吧来来往往几回 对方直接不演了 几乎是一瞬间 楼下偷偷摸上来一个毒贩 挟持了卷毛 就连床上的女人 都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把战场飞风机 MAC10 托尼完全就蒙了 瞬间被压制 小毒贩们要钱 他不给 因为他也不值得有后招 毒贩们见他不怂 直接从皮箱里边 怼了一把电锯出来 一边要把卷毛给锯了 一边还是要钱 这一看就是黑吃黑的惯犯 托尼嘴上骂他们是憋三 不守规矩 心里边盘算着 曼尼应该快来了 于是嘴上一点都不服软 曼尼确实来了 不过晚到了一步 他聊完骚上楼 卷毛已经没了 双方立刻爆发了一阵激烈的火拼 因为是偷袭 很快就把另外三个毒贩 干成了饭盒 而托尼亲眼目睹了兄弟 被切成了碎块 瞬间怒火爆发 抢夺毒贩的手枪 毒贩的小头目见形势不对 立刻距撞逃走 直接摔成了重伤 等托尼料理完面前 这个小虾米 又叫他矮子拿上白粉 然后迅速冲下楼 拦住了那个头目 在大庭广众之下 将其上一阶击地 为兄弟报了头 再然后 他开上汽车 接上兄弟 顺利逃走 你看这一套下来 干脆直接心狠手辣 关键还得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这才是将来 他做老大的资本 若是关键时刻窜息 腿都软了 那这黑道 也跟他就没什么事了 可是失诚之后 给大本打电话呢 大本却只在乎钱和白粉 丝毫没有问他 死去的兄弟该咋办 他很愤怒 要求直接面见大哥的大哥 要当面把货交给总大佬 总大佬呢 就是罗佩兹 一个四日子店的老板 算得上是金牌人物 但是出了这座城 就没人晓得他是谁了 可能是年龄大了 懂得讨光养晦 赢慢则亏的道理 就像是一只 深藏不露的老狐狸 永远只干 最拿手最稳重的生意 托尼见他的第一句话 就是把那批货和钱 都当成礼物送给了他 只为一件事 就是当个敲门砖 带他们干这一行 因为他们已经为此 舍了一个兄弟 罗佩兹见这个青年 这么上道 又如此有能耐 当即招出了 自己的老婆做陪 顶级料理高级酒吧 完全把托尼 当成一家人的模样 当然 他非常需要 像托尼这样的亡命之徒 两者算是各取所需 他还告诉托尼两件事 第一 永远不要低估了别人 可以有多么贪心 第二 永远不要抽自己的货 但是这里边 还有一个问题 还记得咱开头提到的 老大的女人艾维拉吗 托尼从看见 这个女人的第一眼 就认定 这将来是他的女人 俩人跳舞的这场戏 也为将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 埋下了伏笔 这段舞蹈非常经典 假如你知道 低俗小说里边 约翰曲夫塔和乌玛瑟曼 那段舞蹈的话 就能看出 昆廷是偷视的这场戏 刚开始 托尼问艾维拉 全名叫什么 哪的人呢 等等 表现出了想接近的意思 相信大家 其实已经看出来了 阿尔帕西诺的真实身高 只有1米67左右 比女主矮了一个头 围绕着女神 此时就像只蹦打的猴子 明显对方也不太搭理她 一直背对着她跳舞 因为她说 她不需要朋友 也对男边 那个穷乡僻壤来的小偷抢劫犯 不感兴趣 但是托尼非常幽默 赞她的名字像只鸟 还说自己不是傻小偷 是个政治难民 意思就是说 哥是个干大事的人 不要把哥给看扁了 哥胆子大 气场足 嫂子都敢撩 艾维拉这才露出了点笑容 面对着她开始跳舞 给出了一点暧昧的肢体回应 然后再接下来 托尼就把自己的无知和粗鲁 暴露无遗了 她毫不避讳的夸赞嫂子 身材一等一的漂亮 美得冒泡 但是眼神里边 却寂寞的跟好几年 都没有见过男人一样 你看 开始还会聊天 刚一深入接触呢 就啥也不是 没内涵 艾维拉当场就非常生气 骂她不会撩妹 就别硬撩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好兄弟曼妮知道了之后 也这么说 说咱们去年还在监狱里呢 看看今天咱们吃的是啥 以后好好跟着老大 吃香的喝辣的 可千万别乱搞事 但是托尼不服 说老大是个软脚虾 根本就没碰过那个女人 咱们做了这么多事 应该要回咱们英德的 曼妮问 那你想要什么呢 她说 全世界 一切男人喜欢的东西 我都喜欢 随后呢 婚妮就进入了 稳步的事业上升期 在罗佩兹的扶植之下 青云直上 靠着运营老大手里下 大批的骡子 钱财滚滚而来 势力也急剧扩张 几乎达到了跟大本 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 也就是罗佩兹集团的 三号头目 几个月后 房子衣服拉风的车子 磕种男人该有的装备 也全都鸟枪换炮 她全都背起了 一副土爆发户的模样 有时还能跑跑腿 借借嫂子 跟嫂子聊聊骚 同时最关键的一点呢 为了暗地里追求这个女人 她也染上了毒瘾 大家都知道 吸毒是没有好下场的 今天晚上 她开着敞篷豪车 来到了一个成交的小房子这里 外见了好多年 都没有见过的妈妈和妹妹 妈妈还在给人刷盘子 妹妹吉娜 在一家美容店里边做美甲 前边大本骂她 是个洗盘子的 她差点跟人干价 心里边的敏感 就来自于这里 今天她是给妈妈送钱的 说自己赚了大钱 从今天开始 我的家人 以后都不用再给别人做事了 和有一副 干了大事业 粉末还乡的样子 还给妹妹带了一件昂贵的首饰 但是妈妈的脸色 始终都没变过 问她 是不是杀人了 才赚的黑钱 是不是走了啥 外门写道 抢银行了 还是贩毒了 果然是只子莫绕母啊 权重 托尼赶紧解释 自个儿现在跟反古巴的政治集团合作 政府养着我呢 她妈妈不信 直接把钱甩给了她 说咱们祖辈下来 都是勤勤恳恳工作 从不赚没良心的钱 这钱我们不能要 你肯定是在撒谎 因为电视上犯罪的 全都是你这样的古巴流氓 连衬衫领子外翻都一模一样 吉娜在旁边劝妈妈呢 妈妈还是很生气 五年来又四年 都在牢里边蹲着 现在突然就大富大贵 一看就没走正道 于是叫她赶紧走 就当没有这个儿子 免得把妹妹也染黑色恶 也给带坏了 霍尼非常的无语 没想到自己舍命拼来的一切 妈妈却闲着钱脏 乖乖的把钱捡起来之后 也不再解释 扭头就走了 她孝顺吗 孝顺 可惜妈妈不认 休好她妹妹还认 从此之后 吉娜就是她跟这世界上亲人 唯一的扭带了 别的她心底唯一的一片净土了 就算是好兄弟曼尼 在夸吉娜漂亮 她都警告曼尼要离她远点 托托的对面狂魔 镜头再往后推 来到玻利维亚的一个 小山沟的庄园里边 这里是南美大毒销 索沙的制毒工厂 今天也是托尼 第一次跑这么远来谈生意 索沙说 她的工厂每个月 能净产200公斤的白粉 但是没有固定的客户 所以她希望 能在美国找一个合伙人 每个月稳定收购150公斤 价钱和运输的路线都好商量 而大本听完却说 她做不了主 必须回去之后 跟大佬商量一下才能回复 这回来呢 买个200公斤就顶天了 索沙听完有点小失望 不过在吃饭的时候 再提起这事 托尼就插嘴了 他说 上等货我们求之不得 当然能合作 不过现在海上查得太严了 又是海警 又是直升机 平均9批货 就得有一批被抓 你要是能便宜点 再把货运到巴拿马 我们就能直接把哥伦比亚 银三角的那批中间商 全都给踢了 到时候咱们两家的生意 肯定越做越大 这事我能替老大做主 听到这里呢 正好有个电话进来 索沙蛮有深意的 看了一眼托尼 就进屋里去了 而转过身 大本就非常不乐意 我才是组织的二把手 才是谈判的主导 是我带你入行的 你算什么东西 敢替老大做主 完了索沙回来之后 算是明白了 大本才有决定权 于是马上叫大本做直升机 去他的私人机场 五个小时就能到美国 明天请教完罗佩兹 再过来决定也不迟 托尼呢 就留下来吃饭 大本这才开心的上了飞机 结果呢 一到天上 就来了一个高空掉镜沙 这一幕在黑金里边 有被模仿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为啥要吊死大本呢 索沙说 他是警方的卧底 曾叫他的三个兄弟 都判了武器 刚才那个电话 就是一个美国的朋友说的 行了 我很欣赏你的直爽 托尼 现在障碍没有了 咱们再谈谈生意 托尼其实真不知道 这个大毒枭的话里边 有几句是真 几句是假 喊言自己不喜欢 天上那个家伙 因为第一次出任务 就是大本给挖的坑 坑死了他的一个兄弟 所以大本是内奸 他一点都不奇怪 最终呢 俩人很谈的来 这趟行程 托尼私自替大佬决定 以吉利的价格 直接跟索沙合作 踢走中间商 哥伦比亚人 一年的平均利润 大概在一个亿 八几年的一个亿 已经相当了不得了 他原本以为 罗佩兹会很开心 会很高兴 可是回家之后 却直接挨了一顿臭骂 说你有没有想过 咱们每个月付不起 五百万的首付 该怎么办 那个所杀一定会派人 来暗杀咱们 有没有想过 每年要搞差不多 两吨的白粉 手下的罗子 该怎么运呢 两吨的 不是两吨的苹果 两吨的香蕉 警察那边查到 该怎么办呢 还有个最关键的问题 大本跟了我这么多年 万一他不是内奸 又怎么办呢 结果罗佩兹的话 硬生生的被托尼 粗暴打断 因为这些问题 在托尼看来 都不是问题 付不起首付 我帮你带 现在我也在卖货 也有钱 罗子更好弄 做个活动 马上就有大批人干 蔡一个 去他娘的大本 他害死我兄弟 是内奸 我一点都不意外 大哥 放着眼前 这么大的生意不做 你想啥呢 俩人吵完 罗佩兹算是听明白了 托尼 这是翅膀硬了 盖不住了 明显是对他有意见了 于是他一句话也没说 只能说暂缓交易 然后警告托尼 在这行干得久的 往往都是那些 低调的平稳的人 而那些什么都想要的 黄都督 样样都来的 肯定走不远 这番对话之后 两人的关系 直接降至冰点 虽然罗佩兹还是老大 但是暗地里边 托尼已经自立门户 跟索莎合作 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了 两人明面上还没有开打 暗地里的争斗 奸秘毒品这行风云暗涌 而这个搅动风云的人物 就是托尼 这天他趁着老大不在家 去拜访了艾维拉 明确说出了 自己心里的仰慕 并说若是将来真有机会 一定会娶她 给自己生孩子 艾维拉其实也早就 被这个极其粗暴 且又侵略性的男人 给迷住了 问他要怎么处理罗佩兹 托尼说毒品这行 罗佩兹已经不行了 你瞅着吧 他很快就不是老大了 你看 其实他现在已经预感到 将来跟老大必有一战 连人家的老婆都给预定了 算是整个营史上 勾引大嫂最理直气壮的 没有之一 这要是放到咱们的文化里边 这种人铁定是没人跟他玩的 跟老大摊牌 还勾引大嫂 他的麻烦很快就来了 这天 他一如既往的 去天上人间的酒吧里边 去坐一会儿 这里现在已经成了 他的固定的办公场所了 可是一进门就发现 妹妹居然在舞池里边 跟一个小混混跳得很嗨 看见心里边最后一片净土被污染 他顿时火冒三丈 杀人的心都有了 但是一个不速之客 很不可时宜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人是迈阿密毒品调查组的组长 叫做梅尔 这人一出现就开门见山 说听说你从巴拿马 运了一大批的白粉 现在也成圈里边的大人物了 不过很可惜 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有人举报呢 说你刺杀了难民营的古巴高官 还有哥伦比亚的五个毒贩 手里一堆的人命 托尼一看 这警察没有带人 也没穿制服 肯定是来要好处的 于是张口就问 你们要多少 OK How much 梅尔也不磨叽 写了个数字 现在马上过年了 咱们快人快语 从今往后 你每个月给我们毒品组的兄弟上供 咱们就相安无事 要不然你肯定不好过 若是合作呢 我们就帮你除掉你的对手 你看 只要你有足够的利益 哪儿的警察都好说话 托尼一看 这就是要钱的 这好说 于是先答应下来 扭头镜发现 艾维拉跟大哥 也在这吃饭 于是他干脆一屁股 坐到了艾维拉的身边 动手搂了上去 为啥呢 因为他怀疑刚才那个警察 就是罗佩兹叫来的 他杀人的消息 也是罗佩兹泄露出去的 与其在地下来因的 还不如彻底撕破脸 光明正大的干一架 当然 这里边也有财富和地位的迅速提高 使他自信心的急速膨胀 人膨胀了 啥事都能干得出来 他老看见之后 这还有啥说的 爆炒了一架 俩人当场决裂 不过罗佩兹的女人被当面调戏 却没有当场开打 直接在气势上 就已经输了半招 托尼非常得意 可是再转过头 就又发现妹妹跟那个小别三 竟然进了男厕所里边 这简直叫他忍不了 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管教妹妹呢 吉娜却说 自己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不需要他管教 这话完了 他甩了妹妹一巴掌 妹妹哭着说 要跟他断绝兄弟的关系 还好曼妮一看形势不对 立刻送走了吉娜 今晚好像所有倒霉的事 都挤到了一块 打完妹妹的托尼 好像跟这个世界都说再见了 仿佛丢到了心里边 最后一片叫做纯洁的东西 他迷茫的都在卡座上喝着闷酒 突然感觉 仿佛自己赚再多的钱也没意思 酒吧里的纸醉金迷 也再提不起任何的兴趣 然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有两个杀手 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他 就像两只静静的毒蛇 在等待一极致命的机会 终于机会来了 杀手冲他就是一顿扫射 结果托尼是真的命大 竟然在中枪的情况之下 瞬间清醒过来 将那两个杀手反杀当场 事后他非常的愤怒 盘塞了半天才明白 这肯定是罗佩兹派来的杀手 于是他立刻联络曼尼 召集人手 30分钟之内就跟罗佩兹开战 此时的曼尼在哪呢 他刚刚在送吉娜回家 路上劝吉娜找个正经人去谈恋爱 律师啊 医生或者什么的 可是吉娜直接哭惨了 那种人怎么会教他们这种 没文化的朋友 行 哥哥越是不让干 我越是要干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曼尼 好吧他俩的恋情 将来注定又是一颗定时炸弹 就看啥时候被引爆了 30分钟之后 托尼就悄悄带人 摸进了罗佩兹的办公室 基本没有费茶口舌 就控制了局面 凑巧警察梅尔也在这里 罗佩兹看他还活着 大惊失色 而托尼看见梅尔呢 也就啥都明白了 一对质真相大白 昔日的大佬见大势已去 赶紧归地求饶 但是托尼还是叫兄弟杀了他 梅尔作为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人 当场也被托尼给带走了 他似乎到死都不信 这个孩子真的敢杀进去了 当天晚上 他拖着断臂掀开了艾维拉的被子 堆着自己的战利品说 东西收拾一下 跟我走吧 艾维拉见他的模样 就知道了结果 因为任何权力的工替都需要暴力 这天晚上 天空中飘过一个飞艇 上面写着 世界都是你的 的确 财富权力地位女人 托尼终于成功上位 摇身一变 成了迈阿密最大的毒枭 也几乎得到了一个男人梦想里边 所能拥有的一切 他的生意比起罗佩兹的时代 大了不知道有多少倍 据说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 都有他的货在售卖 每年进账的钱都是天文数字 甚至是正规的银行经理 都在给他洗钱 跟艾维拉结婚那天 是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刻 婆婆的鲜花着景 烈火烹游 他互捧饮半 去参观自己买来的一只老虎 却可像爆发户一样的举动 改变不了他骨子里边的那点粗俗 粗俗的人最容易满足的是什么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欲望 什么吃喝嫖度抽的这种 外加更高级一点的 社会满足感和虚荣心等等 通通也都满足了 那么一个俗人到达巅峰之后 还有点啥追求吗 托尼的案例告诉我们 没有 他完完全全的 自内而外的散发出了一股憎 空虚的气质 看见桌子上那个盒子没 专门放白粉的 甚至是因为吸毒太多 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 整个人都变得不再好玩了 基本上成了一个 同时踹着自卑与傲慢的依赖 一个满口无言会语的疯子 因为黑钱太多 银行经理洗钱 要把手续费提高到10% 他F人家银行 大别墅里边装的反警察系统 花了总收入的近一成 他F人家资本家 警察暗中又监控拍到了 他逃税和洗钱 他F人家警察 律师说要80万 才能把这起案件延期开庭 他F人律师 曼妮劝他 他F曼妮 艾维拉抽太多白粉 啥也不干 他F艾维拉 就连电视里边有反毒品的新闻 他都要F电视 总之 能F到的一个都不漏 如果这货升到现代 肯定是个网络喷子 还是个有钱的喷子 外加混蛋 艾维拉说 他这个人十分的无趣 张口闭口都是钱 除了钱和脏话 基本没别的 就是不想让自己手里的每一个铜板 被别人咔走 罗佩兹就从来没有收过钱 于是很快呢 他就因为嘴臭和混蛋 彻底得罪了以前最爱的女人 这天 他们在一家最顶级的餐厅用餐 完了他想到了自个儿被警察盯着 若是哪天进了监狱 这么大的家业却无人继承 说人生 真他妈的无趣 除了吃喝嫖子抽 还有啥呢 然后老了 再得上各种病 浪漫肠肥的死去 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事 不过就是个有钱的死人 咱们这么辛苦到头来是干嘛呢 都是一场空 你看 我老婆抽的一天到晚 都不知道自个儿是个啥了 连子宫里边都是毒 孩子都生不出来 你说他 活得还有什么意思 这话说完 艾维拉直接一杯酒喝到了他的脸上 同样彻底爆发 骂他杀人贩毒害了多少人 还妄想要孩子 想屁吃呢 这都是报应 你不过就是个侥幸得失的土鸭而已 你没见过这几年 眼神都没变过吗 从此艾维拉就真的走了 车里从托尼的世界里边消失了 除了曼妮 她真的成了顾家寡人 正好这段时间 索杀约她去玻利维亚 谈一桩非常重要的合作 啥合作呢 一个流亡在美国的玻利维亚 激进分子小胡子 正在国外的各大新闻上 揭露玻利维亚 和美国之间的毒品黑产 双方的官员之高 交易数额的巨大 交人触目惊心 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 让世界各国引起重视 阻断本国已经并入骨髓的毒品产业 这等于说是准备砸了托尼和索杀的饭碗 以及在座的美国诸位高官的饭碗 俗话说 断人财路等于杀人父母 索杀决定派遣手下最得力的杀手 秃泽去纽约暗杀此人 但是有个问题 这个秃泽只懂得一丢丢的英语 需要托尼做个向导 事成之后 托尼被警察抓住的案子 他们就会带起摆平 托尼觉得这事非常划算 于是马上亲自派人 跟着兔子来到了纽约 当天晚上 他们就在那个小胡子的车子底下 安装了遥控炸弹 原本事情顺利的话 只要那个小胡子开车 进入遥控区域 就能炸他上天 但是第二天一早 那货竟然开车到了旅馆的门口 接上了老婆孩子 一块不知道要到哪去 托尼瞬间就懵了 女人小孩她是从来都不杀的 这跟她心底最后的那点底线有冲突 因此在开车的时候 就骂骂咧咧有点犹豫 结果呢 杀手兔子非常着急 一路叽叽喳喳个没完 最终托尼不胜其烦 刚好毒印发作 风劲上来 直接把兔子给崩了 回去之后 他给索莎通完了卫星电话 说这事没啥大不了的 我大不了再去杀一趟就是了 结果索莎非常的愤怒 说那个炸弹已经被发现 小胡子也被政府保护了起来 想要再次杀 根本不可能了 你这个蠢猪 一个妇人之人 要把所有人都给害死 结果听到蠢猪这个词 托尼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自从当上老大 谁还敢骂他呀 他立即成口舌之快 骂了回去 然后俩人直接在电话里边 就骂开了 互相问候家族的女性 相互叫嚣 了不起就马上开战 开战就开战 托尼根本不在怕的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 在他去纽约的这段时间 他的左膀右臂 最好的兄弟曼妮消失了 为啥呢 还记得前段时间他性格大变 没事就发疯骂曼妮吗 曼妮其实也早就想干点别的去了 于是凑前边艾维拉那个机会 一样离开了他 这还不是最糟心的 妈妈居然破天荒 主动见他说 吉娜好像跟着坏人跑了 跑到山顶一个大别墅那儿 去住去了 说完又大声地埋怨 都是你都是你 把他给带坏了 托尼顿时火猫三丈 谁敢欺负我妹妹 于是立刻带人 攻进了那栋别墅 可是一开门 他直接就惊了 里边的人正是曼妮 而他的妹妹却穿着暴露的睡衣 刚刚走出卧室 一时间他难以置信 曼妮居然玷污了他的妹妹 跑了前边埋下的雷终于爆炸 他连开两枪 封死了最好的兄弟 吉娜看见这一幕 直接快要疯了 哭喊着说 我们今天刚刚结婚 本来打算要给你个惊喜的 托尼这才迅速地冷静下来 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冲动 犯了大错 妹妹哭着喊着 要撕吃了他 他的灵魂仿佛也瞬间都被抽空了 行尸走肉一样 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小山一样的白粉 也不能填补心里边 失去最亲最爱的东西 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深夜十分 与大群索杀派来的杀手 悄悄侵入了这个庄园 因为人数太多 没费多少功夫 就肃清了全部外围看守的小弟 悄悄地摸进了别墅 而此时的托尼还在懊悔当中 吉娜很大哥杀死了新婚丈夫 要为心爱的人报仇 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真爱 彻底要摆脱哥哥控制的女人 彻底疯了 他一边疯笑 一边朝托尼开枪 最终 他在打伤了哥哥之后 被摸上楼的杀手给打成了筛子 看见妹妹满脸的血污 托尼这才彻底清醒过来 哭过了之后 他再顾不得许多 一个人准备迎战几十个杀手 而那些杀手 此时已经攻到了前厅 正楼梯的前面 是一个花哨的镀金雕塑 上面写着 世界都是你的 面对这么多人 托尼的下场可想而知 只能说世界曾经是你的 但是凭着一步走错 现在满盘皆输 最后的战斗极其惨烈 因为吸入了海量的白粉 托尼像个不死的木乃伊一样 身中了无数枪 依旧不知道疼痛 愣是守住了别墅的二楼 长达数十分钟 他一个人的气场强大到 差点让观众都产生错觉 不是一群人包围了他 而他一个人包围了这一群杀手 最后 还是一个偷偷潜入二楼的终结者 从背后攻袭 才结束了这个狂人短暂的一生 他的美国梦也到此惨人落幕 这是美国影史上一个经典的人物 不得不说 阿尔帕西诺的表演 直接赋予了这个人物复杂的灵魂 以及在各种情谊之间 游走的那种冲突和挣扎 差点就叫人误以为 他就是剧中的那个人物 那个费尽了心机 接近了权力 贪婪而又残忍的 爆发护士的大毒枭 从马仔的大哥 从短时间内崛起 又迅速崩坏 他历经了常人 所不曾经历的权力和财富 也经历了顶级复华背后的腐朽和空虚 他手下帝国的崩塌 也无不再警示任何一个后来者 一口毒品一份灾 鬼门关前路自开 家财万贯都稀进 亲朋好友都白白 就算是再大的毒枭也不行 所以呢 真爱生命远离毒品 同时呢 还有最后一点 要多读书 免他将来就算追到了女神 也要被说武趣